你就不担心 你们家那卫生器吗 我们家 娇兰三零七 野生张局 举威 以后安全带呢 你就不用帮我寄了 我又不是不能自理 再说了 太亲密的接触 我也不习惯 咱们最好先把规矩订好 把我外套脱了 什么 真神事 现在外面这么冷 以后你会坐我的车 碰我的东西 甚至我们之间会有亲密接触 麻烦你不要喷这么浓的香水 做我的搭档和假情人 你得了解我的规矩 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我说我不要亲密接触 这是我的规矩 你一个没有规矩的人 凭什么制定规矩 只有自律的人才可以自律 我不跟你说了 跟你沟通太费劲了 这些小洋楼都是亭子监改造的 这些小洋楼都是亭子监改造的 这是世故门 你六岁离开上海 对这些还有印象吗 需不需要帮你找个地培什么的 当然不用了 你靠边填我道 好 您的目的地到了 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谢谢 不是说回酒店吗 我可不记得这农堂里 有五星级酒店 你不是说要去机场吗 我也不记得 农堂里有机场吗 时间还来得及 我来这儿买糖炒粒子 跟踪我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的 苏三也不在这儿 你不用装 跟着我干嘛 少资索多情 酒店太贵了 我打算在附近找个房子 好好的公寓拟不住 跑到农堂里来找房子 我父母就是农堂长大的呀 我对上海的农堂有情节 我觉得很有味道怎么样 你不站着 这几次谈话是由我发起的 应该由我来接受 是我发起的 明明是我发起的 我不会记错的 好香啊 儿子 你不是说好周末回来的吗 怎么这样回来 你不高兴了吗 你得跟着我事先说一下呀 我好运那个房客 还有还有还有 我是回来看 不是来看他的 还有 看了三十年 我还没看够啊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 说到美啊 我跟你说啊 那个房客长得可真漂亮啊 妈 你这租房子还是说美啊 你这样是要赔人家委约金的 赔就赔好了 我又不缺钱 我缺的是儿媳妇缺孙子孙女 难难难 这么着啊 我呢一会儿要出差 我约金的事情等我回来再提 好吧 你出差还跑来跑去干吗呀 你不累吗 这个是我怎么准备的 你爸爸喜欢木头 我也不信 不过那前两天 然后我看到那个隔壁李阿姨 带了个琥珀 还挺漂亮的 我心里有数了 那这个呢 放我房间里去吧 好 我看你要火 对 糊了 糊了 这 你 我在 我个人觉得 你还是要跟她说实话 那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也可以帮你跟她解释 我跟菊威只是好朋友 菊威已经亲口承认 那个口红色号了 我发誓 我真的按门铃了 妈 门没关 应该是之前那个人 出门的时候忘了关门了 你就不担心 你们家那位生气吗 我们家 娇兰三零七 野生张局 菊威 很适合你 查他干吗 按说银河地产的人 我应该都不认识 但这个人我却很眼熟 有个软件能搞定 用软件截屏 然后再和新闻图片做对比 请你吃鲍鱼粥 我点外卖了 请你吃鲍鱼粥 今天你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有结果我叫你 行 你先 姐 今儿晚上这里有活动啊 活什么动啊 明天不是有总部来视察吗 项目调查是工作 接待任务也是工作 你也要住办公室啊 我一般都在这儿同宵 终于有人能陪陪我了 想得美 我房子都租好了 过两天我就搬进去 好吧 外卖 你先弄着啊 好 喂 喂 喂 这也叫密室 坐标戏 没错 GPS定位纽扣 亚洲河 很多都是从国外搞的 但产地就在广东 新一带的距离相当可观了 覆盖龙关这没问题呢 再帮我查个车牌后 公司里还有人吗 检研吧 他要通宵做搜寻 说是要赶在明早 去银河易融之济南交给你 那他现在人呢 下去买咖啡了 大厦里现在还有别的人吗 有人啊 比如说 那你为什么不赔的 那你为什么不赔的 没有 他让我帮他做一个人脸识别 正在读取呢 什么人脸识别 吓我一跳 清醒了吗 通向工作可以了吗 可以了 不过你死定了 老大在这方面 抱不心理技巧 下一次一定吓死了 你 你 过了呀 明天早上八点轮之前 资料给到你啊 行了 我还有别的事 先挂了 好 不用谢 再见 老大先挂线 这规矩 人做规矩多 习惯就好了嘛 你好 很兴奋啊 看来进展得还挺顺利呀 说正事 老大 你要找的人 阿丽西亚 我已经查到 她的校外住址了 就在富济大学西面 过两个街口的 新亚国际花园 也就是说 你没有找到她本人 没有办法呀 那个小姑娘 已经不在上海了 去深圳了 深圳 今天晚上走的 坐飞机啊 继续查 直到找到她为止 好的 老大 我这个算有效公 老大又失望了 怎么了 她让查的车查出来了 不过是个套牌的 你告诉我 让她小心一点 安全第一 简言说 小心一点 安全第一 你疯了 你干吗说是我说的 我怎么会说 这么着马来的 要是我说的话 她肯定觉得 我的电话被黑了 我们男人 除非谈恋爱 不然谁会说什么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好照顾自己 一定要按时吃饭 早点睡呦 我去 你赶紧问问她 是被黑了呀 还是谈恋爱了呀 简言说 疯了吧 我让你说你就说 你复读机啊 你们两个 不会是真的吧 你自己又不是没看见 装什么赏啊 我下午呢 是看到了一点 不可描述的东西 不过老方说 那绝对是假的 说你们在作戏 难怪你们都夸老方能干啊 是有两下的 她说对了 那我这打赌是又输了 好了啊 好了 好了 哈喽 亲爱的 我正好给你打电话呢 打住 别有偶像剧了啊 所算还没来呢 你的资料我看了 怎么样 银河一容的设置 清晰明亮 业务关系也是一清二楚 但我没想到的是 你居然对银河总公司 做了那么大量的 信息调查 李渊瀚没说实话 我当然要深查了 委托人有所隐瞒 这也很正常 也许是我的直觉吧 我发现银河和和风乳液 之间有不寻常的关联 什么关联 我还在查 不过你要相信我 我有把握 和风乳液 刚刚出了大新闻 银河就出事了 更巧合的是这两个案子 都是我们接手的 收购案过后 欧迅已经上了 核风乳液的黑名单 那银河为什么 还要找到我们呢 如果这次的委托客户 跟上一次的调查对象有关联 那我们就直接违反了调查条例 这是涉嫌商业泄密 而欧迅的风险委员会 完全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评估 你也没有这个权限 对这件事情做出评估 评估是苏三的工作 他要是知道你查试了他的工作 你猜他会怎么行 如果这是杰森的计划呢 客户审查不当这一罪名 就已经够大了 更何况 这涉及双面间谍的指控 够了 如果一位想着自保 当初就不应该接受这份委托 可既然接了就得做好 直面真相 有的时候是需要赌上代价的 你查到了什么真相 你对于银河总公司的调查私论 没有错 委托我们的是总公司 而不是银河一荣这家项目分公司 银河总公司这几年的业务方向 是高科技方程 可是银河一荣 不过就是在地方上 做了一个普通定位的传统小区 这在龙关镇 也算不上是什么大能够 照理说它不应该成为 总公司的关注焦点 可恰恰就是这家小小的分公司 这一次是总公司出面 委托了国际高级调查室团队 来给它做生业调查 难道说 这银河一荣存在什么 巨大的隐形价值吗 还是说 梁美珠和总公司之间 存在着一些说不清 和道不明的关系 行 那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就知道冲一个 行 来